哈喽大家好我是Michelle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登山必备的四样行动粮 因为之前身边有一些刚开始登山的朋友会问我说 Michelle你登山都带哪些行动粮 因为他们会担心自己带到不是那么适合的食物 所以我今天就来直接拍一集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下行动粮该怎么做准备 基本上就是掌握这三大原则 首先第一个就是高热量又含营养价值 第二个就是体积小重量轻好攜带 第三个就是行进间方便快速食用 没错你只要掌握这三大原则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不过这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行动粮它必须要不断的补充 建议不要等到身体感觉到饿了才是 因为食物它转化成热量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频率补充的话 很可能会让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低血糖体力不质的状态 导致前进的速度很缓慢或是间接影响到登山安全的问题 毕竟人在状况不好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很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如果你是刚开始接触登山的山友 无必要把这个观念牢牢记住 让身体呈现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前进 OK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必备的四个行动粮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很多人都必备的 威德 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快速补充能量 口感就很像是在吃被打碎的果冻 喝起来非常清爽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不过威德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比起其他的行动粮来说 重量是相对重的 一罐就有192克 所以不太适合一次就带太多罐上山 像我自己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的登山行程 最多就是带两到三罐 剩下的空间就会留给其他的食物来存放 那市面上有贩售很多种口味 目前我只喝过白葡萄的口味 喝到其他口味好不好喝 如果有台湾人喝过其他口味觉得不错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再来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 Nature Valley谷物棒 它是100%天然谷电脉制作而成的 是一种全谷物的点心 完整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那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是脆脆的 一口可以吃到很多种谷物 而且吃完一根是非常有爆竹感的 一条燕麦棒的体积小 重量也很轻 放包包也不容易压碎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当做登山的行动粮 其实有时候我早餐懒的准备也会直接拿一条燕麦棒 搭配牛奶一起当早餐吃 吃起来真的蛮不错的 推荐给大家 那我吃的这款是黑巧克力燕麦口味 Nature Valley一样也有出很多种口味 大家可以自行去试试看 有试到不错的口味一样在底下留言 OK现在进入工商时间 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很常用到的网路购物平台 叫做Shop Bag 我相信有些人应该已经听过 但应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购物网站 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其实跟一般的购物平台是一样的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像是旅游 或是3C或是彩妆 生鲜食品 还有一些居家用品等等 基本上就是很多商品都可以买得到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Shop Bag 会在你点击你要的商品之后呢 经过一个这样的跳转画面 再进入到你选择的通路去做一个下定的动作 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他要给你现金回馈的意思 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可能还听不太懂 我直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假设我最近要去登山 那我要提前准备我的行动粮 我们过去的习惯是不是会先去 PC Home这样的大型网站去购买无妙的东西 然后进行下单付款的动作 不过这笔交易就会直接这样结束了 不会因为你买了这个东西多获得了什么 那现在呢你多了一个选择 就是可以透过Shop Bag这样的网站来去做订购 假设我们今天要来买威德好了 你可以看到这边很多通路都有在贩售 那这边我选择用PC Home来购买 你看到他现在会进入一个导转画面 接着就会出现PC Home的购买页面 那接下来就跟你直接在PC Home上面的购买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当你完成购买之后呢 你就可以到Shop Bag的现金回馈名气这边 看到自己过去的一些购买记录 在最右边这边会显示你的现金回馈正在审核当中 经过一段时间审核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到申请提领这边 去输入自己的银行账号 当你累积超过200元就可以把它提领出来 所以说这样会比你直接在PC Home上面买东西更划算 因为你还多拿到了现金回馈 看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喔这个我早就知道啦 我自己的信用卡本身就有现金回馈功能 我不需要再透过Shop Bag来去购物 我跟你说这你就错了 因为信用卡公司给的现金回馈 还有Shop Bag给的现金回馈是不会重叠的 意思就是你两边都可以拿得到 举例来说就是我本身是用 永丰大户的现金回馈卡去网购 那如果用这张卡再去Shop Bag上面做购物的话 我就可以再拿到Shop Bag给的现金回馈 是不是很不错 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把Shop Bag当成你平时主要的购物搜寻引擎 想买什么东西就到Shop Bag上面找找看 因为Shop Bag有跟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大型通路合作 像是 虾皮啊 淘宝啊 PC Home啊 乐天啊 Agoda啊 Booking啊 博客来 这些都是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所以你也可以在下次登山之前找机会山友跟你一起团购行动量 赚个现金回馈也好 毕竟不拿白不拿嘛 那大家如果透过我的连结注册 同时又有在Shop Bag买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获得100元的奖励金 是真的可以领出来的那种 不是购物金 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买完人可以到我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找到连结去注册 你就有机会拿到100元的奖励金 OK工商时间结束 我们继续回到主题 再来第三个是万岁牌配粒坚果种子 这款坚果跟市面上的坚果比较不太一样 它里面还有添加wiper team乳清蛋白 也多做了乳酸菌的调味 所以跟一般的坚果相比 它还多了一个甜味 另外坚果本身就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成分 所以吃坚果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补充营养跟能量 同时也可以带给我们饱足感跟稳定血糖的功能 除非你真的不喜欢吃坚果 不然我真的强力推荐大家这款配粒坚果种子 主要是因为它小包装的设计很方便携带 重量又轻 营养价值又高 吃起来口味我觉得也很不错 所以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把它当做登山必备的行动量 再来第四个是美珍香辣味猪肉条 猪肉条也算是很多登山人必备的行动量 主要是因为它含有足够的热量还有蛋白质 很适合在登山的时候做补充 那其实猪肉条品牌有很多种啊 我自己在口味上是没有特别偏好哪个品牌 不过我会特别优先选择这种有独立包装的猪肉条 主要是因为它一条一条的非常好携带 而且吃的时候又不会弄脏手 因为市面上有些猪肉条是没有独立包装的 那这种有独立包装的撕开就可以直接吃了 就会相对方便很多 那这款猪肉条是我在全家超商找到的 喜欢吃猪肉条的台湾狼 下次登山之前记得自己去全家找找看啰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个人觉得不错的购物小撇步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那不知道大家自己心目中有没有 超级推荐又很少人知道的行动量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和开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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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